最近大家刷到过丧尸鹿的视频没有? 这是真实存在的,且普遍发生在北美洲 这些鹿的脑部被一种软病毒轻视 以至于宿主丧失了自我行动能力 神经错乱 还有一种寄生虫专门入侵蝗牛 以此来控制蝗牛让其沦为躯壳 速食的河马一旦染上了碳居病 就会变得力大无穷,胡乱的啃食洞 试想一下,一种力量寄生了另一种力量 如果能控制这种力量 转化为可以使用的能力将会是什么样的? 在游戏《明日之后第五季》的最新版本里 人类竟然可以使用来自畸变感染者的异变力量 幸存者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座神秘城市 方舟市 这个城市或许是幸存者们一直寻找的诺亚方舟 注意看,这座城市的居民竟然尝试着 从异变者的身上获取力量 而这把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小手枪 我一度以为它的威力堪忧 可是下一秒 它居然打出了让人惊掉眼球的闪电五连鞭 这就是异变武器的魅力吗 小口径手枪都威力这么大 那这个大口径的重炮肯定更牛吧 这感染者一炮就直接变成了冰棍了 这保鲜都不用冰箱了以后 还有这把火焰刀真的做到了刀刀烈火 好家伙,这打击效果也是够炫酷的 要是有这把武器在 还怕什么丧失路还是河马呀 全都吃我一刀 兄弟们,你们也想拥有这么帅气的异变武器吗 现在只要点击左下角链接下载登录 即可免费领取 不过,不仅科技在进化 感染者们也在变强 他们不甘失落地变异出了 孢子、金化、胶岩等更多不同属性 但也不用害怕 聪明的幸存者们也在对抗中学习到了 利用武器的异变属性 去克制不同类型的变异感染者 不过与此同时 因为欠着庞大的异变感染体 方舟室也在不停地遭受着 感染者潮汐的袭击 更强大的力量似乎也潜伏在这里 而这一次 我们能否在方舟室生存下去呢 获得的新力量 能否让我们战胜强大的感染者呢 点击左下角 就能马上获得全新刺激的附魔战斗体验 面对强大的感染者 也可以毫不畏惧啊